这刚刚你转过来,那个红绿灯那边就是那个UC Berkley的那个大门的 然后这个你说是Berkerley的新的hotel 刚在吧,现在才外面的那些手脚架才刚开掉 所以你这个就是刚好开在那个UC Berkley的后面 那就是广州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小芝麻 因为对于广东人来说的话可能比较熟悉 广州长大的特别有感觉 可能对北方啊,没有去到广州 因为现在银记在广州,它在北京路啊,很多地方它都有店 那那个已经变成大家的一个打卡点了 嗯,它这个银记长粉它的库拉厂已经成为了那个人请的那个非物质遗产的那个那个专利了 就是它开的很早 开的很早,那目前银记在海外的加盟店 所以在我们贝埃里是有三家嘛 就是一个在Presidentton,一个在May Peters,然后这是Berkeley 在LA的话,它就是Lorentine跟St Gabriel 纽约有一家,然后加拿大有三家 新加坡有一家,这就是它总共的海外加盟店 所以你们这里主导就是肠粉嘛 对,而且所有的东西 我们现在这里面 menu里面所有的东西 这个都是肠粉全部是以广州最传统的布拉厂的方式来制作 州也是以最传统的方式来制作 包括这些,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食材都是local 全部是homen 没有,没有从国内,就是我们把工艺传过来 然后所有的食材都是在本地去 介绍一下,这位是Eddie Eddie,我们差不多可能两年前见过 对 就我记得19年的时候,我刚搬到北加州 然后10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这边 然后我们一起骑摩托车,对吧 嗯,对,骑摩托车 所以我们有一个湾区华人铁骑队 这个是与骑重机啊,这些重型摩托车旅行啊 或者是一些聚会为主的,所以我们才能认识 对 本身我的母语也是闽南话 哦,ok 因为我是草州人 18岁的时候来了美国到现在 我一直以为Eddie你是做软件方面的吗 但是 我读的书,我的专业是IT没有错 我一直从事的职业都与Computer没有关系 是吗 我们这家店是从3月11号开业到现在 等于说我们正好是 right before the pandemic pandemic的shutdown是17号 所以我们是11号开的 2020年3月份开业 3月11号开业 所以那个正好3月17号 就是California的shutering place shut down 对,那里非常不巧啊,这个 可是we make it through 所以我们还是survive 感谢很多当地的学生啊 还有一些朋友的支持 所以让我们那个survive下来了 我其实昨天晚上就是流来了一下 就是说你们这个营记的那个官网嘛 我发现它确实一个就是全球连锁的一个 主要的还是以广东为主 对,广东比方说像广州市啊 它分好几个区域啊,它都有它的分店 对吧 然后现在它是有延伸到中山啊 那个顺德啊那一块 主要还是以广东 所以走出广东省 你可能比较少见到 对不对,因为它毕竟 这东西还是在广东 比较在广东受欢迎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就是 要决定加盟这个联手的餐饮 这主要是一种本身就是一种 怎么说,身为一个广东人 对,想把我们广东的这种传统的美食 能够推广到美国这个区域来 特别是你像伯克里这地方 伯克里有很多就是外国人 他其实他非常能够接受新的东西 所以说更好我们能够推广一种中国的美食文化 然后让这些人体验到说 什么才是肠粉,什么才是粥 难道是因为你从小就是喜欢吃这个 然后你才决定加盟他们的吗? 因为从小像我们广东人 我们对这种餐饮是有自己的一种 特殊的那种情节在里面 那像我18岁我来美国留学 像我们那时候过来的留学生 你这种这一类型的餐饮 你根本没有机会可以吃得到 所以我们才想说 把这个东西能够传入到美国 进入美国的市场 然后把银记的这个招牌 立在美国这个土地上面 所以这东西我们开在伯克里 因为很多从广东来的学生也好 从外地过来的学生也好 就是哪怕是一些在美国长大 他有travel到广州的一些 他们看见这些东西他都会非常的喜欢 因为这东西就是 它只能说是一种轻食 它不是一种说非常油的 是比较健康的东西 那像我们的肠粉 我们的所有的粥类 这些我们都是 机器都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 然后全部是在这边调试以后 像我们的肠粉 我们是直接纯米浆去打 就是直接用我们的米大米 施苗米直接去打 用机器打的一个米浆 每一条肠粉都是师傅手工 用那个肠粉布去拉出来的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肠粉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比较的specific 就是特定的人群 特定的一种食物的定义 很多地方他们有类似的一种肠粉 比方说广东是不拉肠为主 潮汕人是拉格的 就是一个不锈钢的格 它抽拉式的一种肠粉 你到了四川 甚至是全国其他地方 可能是一个破肌 它上面真的一个粉 对不对 所以说只是工艺上面的不同 当然味道上也是会有明显的区别 就是说你这个肠粉非常非常了解 你才会去 对那当然我们肯定是要对肠粉 有比较深的了解 我们才敢来进入这行生意 对因为哪怕今年 去年的3月11号 我们还把这银记拍在Burkery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受到欢迎 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怀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 这个吃这种广式的 就是大部分还是华人 其实我们的Burkery店 可以说老外跟华人的分别大概是60-40 可能Presentton店的话更多的是华人 所以等一下你说你说你们的店 这三家店都是你的 对这三家店都是我们一个group的 就是都是我们自己朋友圈子里面的人 能跟我介绍一下就是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吗 就是我们都是一群都是广东的 80后的广东人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让你们聚集到一起 然后想要参与这个 另外两位胖呢也是从小就是在广州这个老西关长大的 所以他们从小对这个肠粉的这个情节可能比我这个潮汕人 广东人可能要更深一点 这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一种食物 他们是很希望说把这种食物能够搬到弯起来 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尝到这种来自于广州银记的一种美味 这个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跟广州的银记的总公司做一些探讨啊 包括一些工艺的学习啊 然后再回到美国交会所有的师傅 所以说你们包括你也回去广州那边去银记那边学习 我们是有到银记统一学习过的 都是跟银记几十年的老师傅去学的 学一种更多的是一种手艺一种工艺 然后再来这边 当然因为食材的关系 你不可能广州有些 比方说广州的店它可能有猪虹啊 对不对 有一些牛下水就是牛杂类的东西啊 对不对 在这边我们目前实现不了 因为货源的一个不稳定 要一个新鲜程度 我们这三家店最主要要求的第一个就是干净 第二个就是所有的东西必须新鲜程度要达到我们能够认知的标准 我们才敢推出来给客人吃的 而且这些东西就是 怎么说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整个制作的过程非常的复杂 所以这三家店就是差不多你们三个合伙人 每个人一家在那边复制吗 对对对对 算是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 所以说我们这三家店 我们所有的manuals 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价格也是统一的 其他的海外加盟店 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整个bay area的加盟店 跟我们有关系 再来就是说2020年之前都是做什么的 也是餐饮吗 就是做在建材的行业 建材 对主要是做一些橱柜啊 食材啊这些东西 那你这个转变还挺大的吗 一下子 开餐馆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种梦想 是吗 对我喜欢弄吃的东西 对吃有一种passion在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就很爱吃 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吃到觉得好吃的东西 再去分享给顾客朋友 Andy上次你还就是说到就是你也买个房车 对我也我也想要买个房车 因为看了bruce的video之后 我也去看过几次房车 那我可能更偏向的我是喜欢那个class b 的 然后是要具备有offflow capability 就是我们玩的是比较严的 因为我们骑摩托车每年 我们每年平均都会有一个long turn 我们current刚刚坐完的就是我们绕了七个周 三个国家公园 就是骑了一个四千英里的 我们今年是有骑到了冰川国家公园 然后黄石公园 然后优胜美币这样回来 所以连我们都会 翻译是这种相对比较远的一个起行的活动 像我们这一次是11天 那你这个店不用管 店的话主要是我们的员工都很给力 他能够handle所有的事情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以一个remote的状态 所有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一整套固定的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所以说在遇见什么样的问题 在他们的范围之内他们应该是能够自己去处理好的 我有租 我那次有租 我那次是租了一个在那个Course America租了一个25尺的那个moto home 然后我是到了那个Westport beach那边去去camping四天两三夜 那那还不错 那个整体的体验非常好 所以才导致我现在非常迫切的想要购买那个阿里 这个是我们的虾牛糖粉 虾牛糖粉 对就是鲜虾跟牛肉 这个是比较popular的一个榨两的一个糖粉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你们这里这个过来吃的人确实比较多样化 对就是比较多样化 对有老美也有老末也有华人 他们确实可以接受这个口味 做这个决定要跨国加盟 这个是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的 对很麻烦 第一个是器材 乳酬这些你必须要去克服的 第二个你的装潢要尽量的去类似银记的那种风格 对不对 像你长粉的炉 在美国是你完全是买不大的 所以只能从国内进口 对 那银记更讲就是新鲜 所以你的食材也要符合你能够当地取材 你才有办法开皮 对 因为如果冰鲜的时间太久 这些东西做起来都不会太好吃 对就是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 特别是在Presentton店的时候 可能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的摸索 才能很好的把这个食材的成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对因为Presentton店一开始开的时候 确实大家很多弯曲的朋友都非常的支持 所以一窝蜂的跑过去 对那时候就非常的busy 都过去尝试 因为旁边也有个mall 所以很多人就逛完街子 然后就会过去尝一尝 而且在旁边是一个大华九九 听起来Presentton店好像就是location比较好 那你觉得你这个location怎么样 都不错 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foot traffic比较多 主要是靠近学校 因为以前这条center street 它是一条主街嘛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的左手边就是 就是City of Berkeley的那个City Hall 所以右边就是UC Berkeley 那边还有另外一个学校就是City College 那我发现就是这里好像离Operland downtown也不是很远 好像15分钟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离Operland downtown 15分钟 这些老居民的生活圈应该在这个范围 有Berkeley店是对车友 骑摩托车的跟房车的 全部都有打折 20%的身后 就这三家里面只有你就是比较喜欢摩托车跟房车 对对对对对对 OK 你上次还差点买了一个Winnebigo的Tribato 59G 没买成 价格实在是太硬了 这个Class V的房车非常受欢迎 上次我租过一次Class C的那个 我会感觉说后面坐的人乘客的话 他稍微如果你走一些山路的话 他会晕车 对他的晕车的情况还挺严重的 Course America它是中间有一个Table 对对那坐在那里的人 跟左手边靠门边的那个沙发的人 因为他都是往90度側向 他会很容易晕车 是的是的 那就不应该住那种 Class C的那个晃动就是震动跟晃动很厉害 所以说那个坐的乘客会比较不舒服一点 当然Class C空间的优势肯定是比Class C要大得多 那Class C旁边副驾驶也可以坐人 但是你只能坐一个人 当你比方说几个人四五个人的时候 那就坐着坐就会晕车 然后倒着坐的也会晕车 因为他那个他那个车老实讲 在走山路的时候 特别是你在过弯的时候 晃得特别的厉害 你是走什么山路 我当时是走128到1号 128到1号就是去1号公路 对1号公路 所以说你会走很长的 接近差不多100英里的那个山道 对不对 而且那车开起来 Class C开起来很笨重 你在山道你会很多时间都在让人家过 对对对 那你就会导致你一直在刷车又起步 刹车又起步 当然乘客的乘坐感觉就没那么舒适了 当然开车的人是没有问题 Eddie就是跟我们观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欢迎你们来迎接 尝一尝我们广东的味道 嗯 OK